要说堪称奇迹的男团RESE绝对能当选 虽然这个团体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宣布解散了 但是组合内成员的发展可真称得上是千奇百怪了 有人是当红流量 有人已经快在娱乐圈失去存在感 还有人即便骂声一片也依旧坚挺在娱乐圈 是要做一颗娱乐圈最稳固的螺丝钉 近日讹厂片单公布了其年番综艺 大火之家的嘉宾漫画 而网友竟然在Q版漫画中看到了RESE全员 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 大火之家才刚刚官宣就在网上引起极大争议 嘉宾人选中除了RESE还有徐志胜 垂纳丽莎和广志的加盟 而这个综艺的争议点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个已经解散了的男团RESE 这个团虽然已经解散了 成员间的发展也各不相同 有人资源逆天有人却陷入无事可做的尴尬境地 但是他们留下的各种离谱事迹依旧在许多网友们心中挥之不去 周震南身为组合的队长在团力的时候就是资源最好的 各种综艺代言接到起飞 还上了创造营2021成为该节目的导师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周震南却因为父母的事情被拖累了 此前网友扒出周震南父母在2016年就上了失信人名单 是欠占上亿元之多的老赖 此消息一出网上顿时一片哗然 网友纷纷表示难以想象 毕竟在此之前周震南还一直营造着富二代的人设 而在老赖风波被爆出后 周震南的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当时周震南代言的各大品牌纷纷与他划清界限 就连芒果台的快本也将周震南的镜头一见没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太大 所以在事后周震南方发布声明澄清 表示周震南已经在尽力帮父亲还款 但很明显这个声明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刚过去的10月底 周震南父亲周勇关联的公司又新增了限制消费令 同时他的父亲又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 而限制消费的对象为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勇 相关案件为委托合同纠纷 由此可见周震南内则声明真的只是说说而已的 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他发声明之后 也就是最近又出事了 据了解周震南父亲公司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 该公司因存在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被罚款23.6585万元 处罚单位为简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网友核实后发现 这家公司的具体处罚原因 是因为当事人在转供电环节电费中 加收其他费用收取 加价多收取电费23万.6585元 简单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中间商赚差价被人举报了 其实赚差价这个事在商场上是很常见的 但周震南的爸爸确实在现在最为敏感的电力上赚差价 不得不说胆子真的很大呀 而这一系列事件对周震南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虽然现在他的事业还没停 工作还可以继续做 但明显没有以前资源多了 何洛洛在组合结散后选择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还在极限挑战宝藏型第二季中担任了常驻MC 人气异常火爆 不仅综艺有涉猎 何洛洛还转行拍起了影视剧 前几日何洛洛参演的新剧《斗魄苍穹2》 路透登上热搜 他身穿乞丐装在片场给自己喷着防晒 生涂依然扛大 粉丝们纷纷表示路透已经充满期待了 演员何洛洛未来可期 近日有网友表示 就在位于横店的片场看到了何洛洛 当时何洛洛化着仿商装 一席古装戏服与邱星智站在一起拍戏 他安静地站在一旁 不时侧头看看邱星智 接着何洛洛开口说话 完成一遍拍摄后 在片场短暂休息 工作人员滴上眼药水 何洛洛接过来给自己滴眼药水 随后拿着纸巾擦了擦眼睛 休息过后 何洛洛和邱星智就位继续拍摄 俩人并肩而站 目视前方一脸认真模样 待摄像机划过轨道 何洛洛转头与邱星智说话 反复拍摄两遍后结束 不得不说何洛洛的颜值 还是挺适合拍影视剧的 但是希望他如果要吃演员这碗饭 就一定要好好磨练演技 而一心做音乐的姚智 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发行了个人一臂 成绩也都还不错 解散后他也录制了各大音乐节目 还接到了几个不错的代言 最近在超新星运动会上的表现 也很亮眼 不久前 姚智在《全力以赴的我们》中的表现 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和李璐秀之间的切磋 还让李璐秀和姚晨对战 太好看这个词条 登上了热搜榜 但是不得不承认 李璐秀和姚晨之间的猛男对决 确实很有水平 前后手的直拳 左右手的摆拳 勾拳等动作专业而漂亮 引得场外的张绍刚 惊叹不已之乎 太好看了 邓紫奇更是评价到 我觉得今天只能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他们打得如此有章法 我确实是没想到 李璐秀和姚晨都是选秀出身 平时更多的是在唱歌跳舞 在这样需要体育竞技能力的比赛中 有如此亮眼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或许就像姚晨说的 只有我们不敢面对的困难 没有面对不了的困难 这就是全力以赴的 我们这档节目最大的魅力 直面困难 让我们看到了每位选手 无限的可能 而组合中最让人想不到的 就是翟萧文了 组合结散后 翟萧文虽然没在音乐方面 有什么太大动作 但其主演的几部电视剧 《世界微尘》里 你微笑时很美相继播出 虽说口碑都不太理想 但也为其演员之路 编定了基础 而且翟萧文目前 正在拍摄的极星高照 也是一块大饼 本来原著就是一个大IP 无论是小说还是动漫 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虽然该剧自拍摄后 一直风波不断 但翟萧文的知名度 也正在逐步打响 如若该剧能顺利播出 也算是顶流预备人员了 最近翟萧文还在 《我们的歌3》中 有着十分不错的表现 翟萧文和大张伟 吕芳一起合作了 《耶利亚女郎》 这首歌舞台很嗨 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 能感受得满满的 大张伟式表演风格 吕芳老师自嗨式舞蹈 翟萧文的Rap 融入其中又相得一张 感觉快乐值 直接被拉满了 张延祺在解算后 不仅发行了单曲 还参与了许多综艺的录制 除此以外 还成为各种代言的工艺大使 可谓是正能量满满 最近张延祺在综艺 《最美中国戏》中 还深度体验了丑角功夫 他在欢乐中感叹丑角演员 敬业乐业的精神 在节目中 张延祺学习染口功 一波弹胡子 吹胡子 吕胡子 吕胡子瞪眼 认真学习的样子 让人印象深刻 在学习矮子功时 随着动作难度的加大 也让他深刻体会到了 丑角演员 磨练功夫的艰辛 张延祺还受邀录制 芒果台的王牌综艺 天天向上 在节目中 他透露 爸爸就是一名记者 当年汶川地震时 爸爸吩咐灾情一线 写了很多有关灾区的报道 以前小编知道 张延祺爸爸是记者 但是不知道背后 还有这些让人感动的故事 讲起来 张延祺曾经讲过 自己帮爸爸 守着相机包的事情 身负重责的记者爸爸 以身作则 给了孩子最好的教育 如今成长起来的张延祺 也和爸爸一样 是个有责任感的好小伙了 任豪之前就因为恋爱 撕连等事情 被视为偶像诗格了 当时这件事就闹得很大 原因就是一开始有网红 说自己和爱豆玩密室逃脱 有人猜出了对方是任豪 而任豪这边 从粉丝到本人都死不承认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后来任豪又因为发表 关于日本和泄露的事情 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感 随后大家还发现 任豪不仅这一次发言不当 之前他的发言也存在问题 几乎都是没有带任何脑子思考 就直接发言了 对此大家都很反感任豪 当时不少人直接喊话 让任豪退出娱乐圈的 当然了那时候任豪就低调了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娱乐圈冒头 而当时不少人都忘了这件事之后 任豪新剧 国子监来了的女弟子直接开播了 他摇身一变成了这部剧的男二 而且因为男二虽然坏 但也很可怜的人设圈了一波粉 如今他正在和孔雪儿拍摄电视剧 明媒善曲 任豪的影视资源又肉眼可见的 豪起来了 刘野赵磊赵让 三人在组合解散后 都一门心思扎在了音乐方面 其人也都在准备自己新一批 参加的综艺节目也大多是与音乐有关的 没有什么大的水花 但还是活跃在娱乐圈 刘野最近还被曝参加了追光吧哥哥2 对于加盟追光吧 刘野表示 自己对舞蹈的热情只增不减 他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赵让前不久还参加了王者荣耀全明星赛 和一群主播一起打游戏 除了赵让以外 孟子坤 郑仁宇 王枪 以及刘一彤四位明星 也都收到了官方邀请 赵让作为一名忠实的王者荣耀玩家 平时在游戏中最喜欢使用的就是关羽 赵让也是一名国服关羽玩家 依靠着深刻的游戏理解 以及熟练的操作 实力上也不输其他国服关羽主播 那次比赛也让不少观众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燕徐家比起这些人来 资源就明显跟不上了 甚至还是组合中第一个在微博上 从红微变成黄微的人 解散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最近他还在超新兴运动会中混眼熟 总的来说 组合解散后每人的发展各不相同 有人资源好 行程满 有人一心沉迷音乐 但全员还是很注重团体活动 虽然组合解散了 但团魂还在 此次全员参与录制的《大火之家》 是一档全年连载的真人情景综艺 一年四十七 每周一季 该节目的亮点在于 情景式喜剧综艺 再加上沉浸式场景 据说还能开演唱会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 在这档综艺中看到谁呢 你最喜欢的是 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我以为他们有下期见 我以为我们下期见